诶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修一台这个我也没见过的后级的品牌 叫 叫Pentacle 不晓得是哪里来的扣大机 我们拆开来看一看吧 然后他这台是说有一边没声音 但他也没讲是左边没声音还是右边没声音 那我们就把它拆开来用仪表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什么东西啊 它用卯钉卯哦 哼 真神奇耶 修机器这么久第一次看到人家用卯钉卯起来的 好 我们把它拆开了 里面就有两块板子 它还蛮单纯的 还蛮简单的 好 我们等一下就用仪表来确定一下就知道了 好 我们先把里面的灰尘先清一清 看起来真是乱糟糟的 好 我们刚刚稍微做了一下检查 大家发现它有这个声道的有一个保险是烧断 有一个声道保险是断 好 好 这个是好的 但是这个是坏的 好 确实是烧掉 你看它也是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把保险是拆下了 拆下来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放大部分 一个是电容器的部分 就是整流部分 AC转成DC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在初步量的时候 发现 它放大这边好像没有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检查 再确定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一件事情 就是左声道的 在这个声道的 左边的这个电源的部分呢 它有短路 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有短路现象 好 它有短路 它有一个100Ω的短路 那这个短路呢 你会发现它的另外一边就没有 这个 这个正电就没有 好 正电就没有 但是负电这边呢 就有一个100Ω的短路的确性 那这个东西呢 不外乎两个可能 一个就是整流子挂 一个就是电容器挂 那我们把它拆下来看一下 到底是整流子挂 还是电容器挂 那我们初步看的话 是负电压这边的坏掉 只是不晓得是 坏整流子还是坏这个电容器 那我们等一下把电容器拆下来 就知道到底哪个东西坏 好 接下来呢 我把两颗电容都给它换掉 也确实是电容造成的 它两起来就有大概100Ω左右的主抗 那我就把换了两颗 Aluna的电容 直接换上去 那我刚刚初步做一下测量 应该没有问题了 就是那个接地的主 那个奇怪的主抗不见了 好 那奇怪的主抗不见了 这个奇怪的主抗不见了 这个奇怪的主抗不见了 好 那我等一下用插电 直接上电试试看 看它的电压正不正常 然后我们晚一点的时候 看一下电压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上仪表测试 好 开机 好 我们接地看一下 正电 负电35 正电35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边 原本没有坏的 负的35 正的35 好 我们 目前看起来电压部分正常了 那我们等一下 确定测试一下输出的部分 然后输出 输出有没有电流 没有 输出没有直流 好 目前看起来 这台扩大机应该没有问题的 我们等一下直接上仪表来做一下测试 那如果测了 大概两三个小时以后没有问题 我们就直接上 上喇叭来 试听一下这台 后级的声音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输出的电压 它的波形到底正不正常 这个是坏掉的那一边 有讯号 这是另外一边 好 这是正常的 有讯号 好 我们这样试了大概半个多小时 快两个小 快一个小时 那目前看起来 状况好像还不错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先做 先上 先上 前级 先上 音响来测试一下 听听看它的声音 到底怎么样 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四个几天 如果没状况 我们就准备交机 那如果你对音响扩大机 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你试听设备 音响上的任何的疑难杂症 我们也欢迎你的留言 我们更感谢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拜拜